車停了人走下來 第三輛用力喬兩下 第二輛再用力往旁邊搬 自己這一輛才勉強可以停到格子裡 已經夠擠了 現在台北市交通局 還要計畫把車隔的寬度給縮小 這樣子的話會更擠 就是停的人也不方便 因為是機車隔數的問題 並不是說要把它縮小機車隔 變多的問題 車主認為這樣會更難停 交通局計畫 要把現在100公分寬的停車隔 縮窄30公分變成70公分 我們實際來測量 原本向左邊這兩輛 一輛停一格 寬度縮成70公分之後 會變成右邊這樣 原本兩個停車隔 現在要停下三輛機車 測量的部分的話 可能會撞到其他車子 造成受損 會有很多的造勢的問題發生 那接下來就是 好像所講的 就是你移車也很不方便 技師拿出規格表 最常見的125機車 寬度69公分 格子如果只有70公分 會造成車子沒有間隙 人必須站在車尾 要架起機車 沒有地方可以踩 要拉出來也很吃力 主張還是說 能夠讓一車一個隔位 這樣停起來 看起來停車秩序 會比較改善這樣子 停管處統計 北市公有機車隔 有231581個 寬度縮減之後 將會增加99249個機車隔 雖然可以讓機車 停起來更整齊 但專家認為 總面積沒有增加 對於龐大的機車隔需求 其實沒有太大的幫助 記者成全排王一眾 台北報導